来咯来咯,今天吃瓜,秦潇贤混乱似生活遭曝光,同时交往六个女友,还有三个备胎打掩护,时间管理大师,脚踩多只船,花女生钱,秦潇贤的新标签,一向以赴二代人设,穿梭在娱乐圈的秦潇贤,居然他亡了,你以为你爱的是一个开朗大男孩,说不定爱的是背后的嫂子,秦潇贤,大家都应该很熟悉,德云一哥,坦白的来讲,在德云社里,她的相声水里,她的相声水流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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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的水平只能算一般,但架不住人家长得帅啊,好不夸张的讲,秦潇贤绝对算得上是德云社的颜值担当,那么多的德云女孩,很大一部分都是冲着她来的,德云社那么一大帮子,光靠说相声肯定是不行的,老郭也有一项影视界发展,所以她也乐意捧秦潇贤,在这种情况下,秦潇贤想不火都难,和秦潇贤相比,前女友新语席的名气就显得不知一提了,很多人都讽刺新语席是18线小明星,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逼色了, 新语席的来头可不小,她师父也比郭德纲有名气多了,7岁那年,新语席就考入了中国少年作家班,并且是少年作家班山东分会的会长,多少也算是年少成名了,当时新语席的老师是毕书敏,只要是语文成绩不太差的朋友,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,11岁那年,新语席出了一张专辑,而且专辑里的歌是自己填词的,这妥妥的一位才女啊,这就能理解秦潇贤为什么让新语席为她写文案了吧, 只可惜现在的娱乐圈靠的不是才华,也不是演技,而是颜值和命,北武毕业之后,新语席在演艺圈混了好多年,也没混出什么名堂,甚至就连被拍到在秦潇贤家过夜,一帮吃瓜群众都还不知道她是谁,9月26日,新语席发了一则动态,秦潇贤一夜之间成为众史之地,新语席发的长文中,明确表示两人在一起交往了6年,2018年,新语席与秦潇贤确定了关系, 为了不影响男方的事业,没有进行官宣,秦潇贤与新语席在一起这6年里,秦潇贤多次与其他女生有不正当关系,秦潇贤还没火的时候,新语席在背后为她打理好了一切,工作策划是新语席做的,就连衣式住行都是新语席亲自安排的,然而,新语席仿佛只感动了自己,2019年,新语席在外拍戏,秦潇贤本性暴露, 在新语席不在的区间里,秦潇贤并没有闲着,秦潇贤开着新语席的卡宴,带着一位ID为奥利奥尔的女生度过了一夜,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秦潇贤将这位女生带回了与新语席共同的家里,随后奥利奥尔在微博上按戳戳秀恩爱,起初,新语席觉得可能只是家里布置得很像,并没有在意,后来看到女生秀的照片中,有一张图是女生抱着抱枕的照片,车里的配件一样,就连抱枕都一样,新语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, 车上的抱枕是新语席自己买的,而且新语席还有当时购买抱枕的照片,新语席当时对秦潇贤爱的深沉,不想因此影响到秦潇贤的事业,所以在这件事上,新语席选择忍让,事后新语席才知道事情并不简单,秦潇贤在与奥利奥尔相处的时候,一直在立单身人设,秦潇贤为了打消奥利奥尔的顾虑,称新语席只是自己的朋友,网传秦潇贤的大逼内侧,刻着新语席的名字, 但秦潇贤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两人的恋情,知道秦潇贤不是单身后,奥利奥尔感觉自己被骗了,于是提供了与秦潇贤在一起的时间线,奥利奥尔与秦潇在一起的时间线,跟新语席的时间线吻合。 当时秦潇贤一边和新语席在一起,一边和奥利奥尔偶断思连,事情发生后,秦潇贤与奥利奥尔断了联系,并且让奥利奥尔将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出的照片进行了删除,看到秦潇贤有所改变,新语席并没有揪着这件事不放,秦潇贤自经恋出现问题,新语席叫着自己的闺蜜和秦潇贤一起创立了服装品牌, 秦潇贤完全不用出一分钱,只需要穿着衣服上节目就行,服装店大大小小的事宜,都是新语席和闺蜜在打理,赚到钱之后,新语席会转给秦潇贤,但没想到秦潇贤的粉丝知道是新语席开的服装店,都觉得秦潇贤被新语席利用了,就这样,新语席每天都在被秦潇贤的粉丝骂,而新语席不仅将服装店打理得井井有条,还将秦潇贤的工作打理得有模有样,让粉丝着迷的成粉日记,全部都是新语席写的文章。 就连败是文案,都是出自新语席之首,2022年,秦潇贤的事业突飞猛进,成功继身娱乐圈,在综艺上与哈尼克兹的亲密互动,吸引了一波CP粉,在哈尼不敢蹦极的时候,秦潇贤会贴心守护,并且主动担任拍摄者的工作,球拍差点抽到哈尼,秦潇贤一把将哈尼互助,他们的互动,粉红泡泡溢出了屏幕,两个人在节目中需要拥抱,哈尼的表情是女生遇到喜欢的男生才会露出的表情, 就当所有人觉得好事将近的时候,秦潇贤在节目澄清了两个人的关系,把她当作我的亲妹妹,就连节目中的嘉宾都脱口而出。 只是妹妹骂与哈尼有绯闻的时候,思晓迪的女生打破了这份宁静,她经常将日常发在社交平台,细心的网友在这位女生的照片中,发现了粉丝送给秦潇贤的礼物, 并且还有秦潇贤的狗,就连文案都是用老Q来代替,虽然秦潇贤从来没有公开,但粉丝的礼物和狗,足以证明两个人的不一般。 2020年,韩木然儿也晒出了聊天记录,秦潇贤的粉丝,一眼就知道这位女生不一般,当粉丝发现的时候,韩木然儿直接删除了动态, 有网友将秦潇贤有过绯闻的女生,整理成了照片,这些照片中的女生,都是在社交平台晒出亲密合照的,私下秦潇贤对她们怎么样,我们不得而知, 但秦潇贤从来没有公开过任何一个女生,在新雨溪没爆料的时候,都以为秦潇贤是阳光大男孩,秦潇贤和哈尼的关系,很多人都以为是情侣, 因为在笨集的时候,明显看到两个人在亲亲,哈尼和秦潇贤互动很亲密,一点都不像同事的关系, 秦潇贤与哈尼有绯闻的时候,却被媒体拍到了秦潇贤和孟子义回家,之前秦潇贤在节目中,表明自己喜欢的人在现场,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是哈尼,但事后才发现,孟子义当时也在场,哈尼和孟子义都和秦潇贤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, 回看秦潇贤的告白,孟子义和哈尼的表情都不一般,拿着700块钱工资,开着好车去上班,富二代一直都是秦潇贤的人设, 然而在2020年,秦潇贤还突然被爆料欠钱不还,而且被对方起诉了,原来秦潇贤的姐姐和母亲涉嫌非法集资, 有200多万的欠款为归还,而秦潇贤作为担保人,也一并被告上了法庭, 有意思的是,在新宇希的爆料中,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,秦潇贤说自己即等着用钱,让新宇希和朋友出钱运作品牌服装的事情, 那件据说是由秦潇贤亲手设计的T恤卖到了521块钱每件,这让粉丝们气愤不已, 怒批秦潇贤这是打着成粉,的名义割韭菜,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看,让人不免怀疑秦潇贤当时是不是为了还债,才出了这么个婚招, 如今新宇希已经接连放出了多个秦潇贤出轨的证据,而秦潇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 更耐人寻味的是,他最近的一条微博内容说自己是一个容易被宋雨琪拿捏的男人,并爱扯了宋雨琪, 虽然关于秦潇贤的事情还没有改观定论,但还是希望艺人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,规范自己的言行, 这才是一个明星能够涨红的根本,其实秦潇贤这样, 郭德纲早有预言,郭德纲在节目上说他是大智若鱼,哪有人真的傻,秦潇贤能爆火,完全是因为颜知看得过去, 却自身带着幽默细胞,之前在节目中,秦潇贤说家里是开酒店的, 秦潇贤的样子也不像缺钱的人,长得帅还多金,而且对人还真诚, 在粉丝眼里,秦潇贤就是一个人傻钱多的人,但经过新雨琪的爆料, 秦潇贤之前的人设瞬间崩塌,就像郭德纲说的,哪有人真的傻,娱乐圈的感情总是瞬息万变, 感情的是外人说不准,大家就当看个月,新雨琪的爆料有理有据,这回秦潇贤是彻底凉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